所以這次把它列為優先法案 不是也為優先,因為它很重要 所以才列為優先 對啊,因為你也很了解 很重要,我也承認很重要 那當然啦,在台中也有一塊很大師弟叫高美師弟 你有沒有去過? 我沒去過,但是我知道高美師弟 那現在就是說過去,師弟沒有立法特別保障 或是做一個區隔 有些時候保護過當 然後有些時候又完全沒有在保護 保護過當的結果就是說 就是說你不需要保護的保護太多 有些時候有個想去 然後當地居民他的生活 甚至於他的生計會受到影響 會引起很大反彈 那該保護的不保護的話就非常可惜 就像我們的張委員之前 對於我們台北一塊師弟那麼關心一樣 那該保護的沒有保護的話 他可能會覺得非常嚴重非常嚴重 所以我當然啦 今天我們提這個 勢力保護法案的一個草案 我們非常支持今天做一個大體討論 可是我是建立喔 未來在整個立法過程當中 一定要把北中南城鄉差距 非都市這個土地也好 或是在城市裡面的相關的市地 要做一個要做一個區隔 我說區隔 那法令不能做區隔 可是我說在限制上保護上 你不能一體試用 一體試用的話 我覺得也不是很適當的做法 沒錯 所以他有國際級國家級地方級 那分成幾級呢 是不是像古蹟一樣的三級 像古蹟有三級的一級二級三級 國際級國家級地方級 而且在即使在國際級裡面 他也有核心區域 也有保育區 也有很大的區域 所以沒有錯 我們會把它規範看清楚 還有在劃分的過程當中 我很 就是說我很希望 不只是說學者專家在做討論 你應該也要融入地方的意見 當然當然當然 就像這次喔 這是我們這個財政進行小組 完全都是專家學者意見 其實我也不是十分認同 我很怕說這些專家學者到時候 你出來意見他們的看法 跟地方跟食物上的運作有差距的話 很擔心這是好的法令 可是治安難省以後啊 那就很可惜 沒錯 所以我們會有劃定的裡面 他有一定的程序 這個民間的參與 民間參與 事實上當地的居民是要參與的 沒錯 所以 所以有一個公告的過程 有一個民間參與 多面向考量嘛 一件事情要多面向考量 沒錯沒錯 我們尊重 重視專家學者意見 可是也不能就以偏概全 或是說啊全部都是他們的意見 一定要融入 也融納 當地 不管是保育人士也好 或是當地的 那個的住民也好 或是 甚至於相關的觀光旅遊界 我覺得 這個都應該 當然 因為師弟其實為什麼這步法 要定的很嚴謹的原因是 很多人住在室地裡面 所以這個 這個遊戲規則要定的 非常的嚴謹 而且是非常可行 嗯 它是一部可以執行的法 而不是一部 這個放在上面很漂亮的法 我很擔心喔 就是說萬一你這個室地 相關的保育法 規定太原科的話 那那那那有些時候又變 你看像我們那些 森林也好 或是一些 河川也好 換句話說我們很多的原始的 或是自然的一些景觀啊 其實都相當的珍貴 不只是說哪裡特別珍貴哪裡不珍貴 就是說 其實都要一視同仁啦 是 不要說因為說哪裡 好像我們的長官特別重視 或是說我們幾個委員特別重視 然後我們就把法令定得特別嚴苛 不會你放心 那當然 保護濕地是百分之百我們支持的 這個台中縣政府在93年 曾經將高美濕地公告為野生動物保護區 那高美濕地我去過好幾次 其實它最有名就是那招潮蟹 那很可愛很漂亮沒錯 可是它吸引人地方也是大部分就是那 就是那些螃蟹很可愛 如果說你完全限制連進去都不能看的話 那你說誰還去那塊濕地呢 那那塊濕地的功能就變成 就像你們這個在資料裡面所顯現的 就是說調節氣候含氧水源啊 水質淨化 那那這些 那跟森林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兩樣 森林也可以調節氣候含氧水源 水質可以淨化 所以未來 那森林可以進去 你反而這個地方不能進去 反而是沒有錯 所以施地法的精神 就是說讓它規範的很清楚 有核心區有保育區 有一些地方事實上 有一大部分地區 是可以讓人進去的 人可以活動的 所以我今天建議是說 我們在立法過程當中 要相當嚴謹 一定 不要說留於理想性太高 不會不會 現實理想都要堅固 沒錯 那另外我請教一個問題 這個跟施地無關 是 這個 負政 我們台北市 有個負政事務所 有兩個同志要去登記結婚 好 結果 這屬於我們內政部業務吧 沒錯 可以問 可以問 我不見得有辦法回答 您問 你是內政部長不能回答 我知道 你一定要回答 你一定要有立場 我知道 我知道 你應該講說 我不一定幫得上忙 但是我一定要回答 我一定會回答 對對對 你不一定幫得上忙 但是你一定回答 你不能說保持寫默 然後 不會保持寫默 我一定可以回答 按照 這民法上 沒有規定 民法上沒有規定男跟女 就結婚一定要男女嘛 民法沒有規定 他現在內政 附政 附政事務所不讓他登記 兩個理由嘛 第一個是法務部的解釋嘛 我跟你講 第二是內政部的解釋 都是解釋而已啦 是 那解釋可以改變啊 那你的看法 依你的看法 我先問你好了啦 好 全世界各國立法律 有沒有同志可以結婚登記的 有沒有 很多國家是可以 對啊 其他現金國家可以 為什麼台灣不可以呢 我現在第一個 我必須坦白說 我對這個法沒那麼熟悉 但是我會請我們的 這個護政單位 民政單位 仔細去看我們的法 其實 法律很簡單 沒有說不可以的就是可以 對啊 法律沒有說不可以嘛 那現在我們的護政統統 只是因為法務部的解釋 內政部的解釋 所以說你不能登記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第一個基本人權 是必須要被尊重的 對 假如我會回去 請我的同事來 給我做一個說明 對 假如說 沒有說不可以 我不認為 為什麼要禁止 對 而且同事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是他的人 現在 必須尊重 現在啊 印度還有第三性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今天我們講 非男非女 還有第三性 對 沒有錯 事實上性平法裡面已經不再談兩性了 是啊 事實上在我們的性平法裡面 談到 談的就是第三性 是沒錯 所以我是覺得今天性平法 既然已經 立法也通過了 我會請我的同事 去檢視我們所有的民政護政的想法 我今天不是說為某個團體 或是為這個同性戀在講話 我沒有這個立場啦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我才可以講嘛 是不是 你跟我應該都不是我們才可以講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其實 我們要用非常嚴肅的態度來面對 沒錯沒錯 我們可能覺得有點好玩喔 可是對這些同志來講 他覺得一點都不好玩啦 我覺得 我們想結婚為什麼不行呢 我覺得我們會落實性平法的 他只要沒有影響到社會嘛 因為沒有影響到治安嘛 沒有影響到整個這個 啊至於道德是見仁見智啊 這個這個是人權的問題 這沒有道德的問題 我相信 性平法假如通過我們會檢視我們的相關法令 我們基本上原則是 假如不違法 符合我們的法令 我們沒有理由禁止 但是我也必須坦白的說 我對這個法沒那麼熟悉 我會把我們的民政的 護政的這些同源找來 我們好好的正視這件事情 沒錯 部長我就是想你正視這些問題 是是沒錯 如果說從這當中可以得到一個解決 我相信喜歡你的人會越來越多啊 公務員依法行政 我相信 就是民調會越來越高啦 這個不在我來考量 我覺得我們要落實性別平等 我們很嚴肅很認真 他都來面對他 是 不要說預設立場 哎呀可以不可以不要這樣子 沒有 綠色預設立場 我覺得非常莊嚴的心情來面對他 面對這實際上的問題 我們對基本人權 對 要尊重沒錯 那個現在兒童局啊 他要訂出一個所謂的那個保母就是說阿公阿嬤照顧孫子 他假如受過你剛剛好像 一百二十六個小時 對對對 經過一百二十六個小時的受訓 拿到證書之後 那當然可以 就可以給他一點津貼 兩千到四千嘛 我覺得非常非常好 是 當然啦有些 保母團團體或怎麼樣 他們擔心說 唉這樣會不會有排擠效應啊 影響他們生計 我覺得這是只是給阿公阿嬤一點小小一點鼓勵啦 這兩千是幾千塊而已 我想現實是這樣子的 其實你現有的保母並沒有辦法照顧這麼多的小孩 也沒有辦法真的沒辦法 阿公阿嬤他假如接受一百二十六個小時經過我們的認證 其實他當然可以 對啊 我非常贊同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思維我非常支持 包括我太太在內 他以前他都曾經講過說 萬一以後小孩子結婚了 他不想我照顧孫子太累了 那這個立法通過的話我就鼓勵他說沒關係啦 有機會就照顧 反正也有薪資可以拿 是 金鎮可以拿 是 那個 但是啦 他們很怕說我們內政部這樣講一講到說 又沒有啦 所以怕你們欺騙老人家的感情 我們不會欺騙但是一百二十六個小時 事實上是不容易的 而且 而且不是啊 受訓過了之後要不要經過檢定考試啊 那檢定會不會很難啊 不是 他 他當然他有一定的檢定啦 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合理的要求 是 而且他 經過這個檢定以後 他可以加入社區保母系統 他還可以去照顧其他人的小孩 對非常好 我為什麼提到檢定呢 這個是小錢沒錯啦 對 但是也不能流以犯 腐爛 喔不會不會 你知道我意思吧 就是說 雖然錢不多 阿公阿媽照顧孫子非常好 我們非常舉雙手贊成 可是 也很擔心過於復旦的話 到時候 不會 到時候萬一說 他真的不是他真的不能照顧 那只是 藉這個機會來領一點今天 不會 那就不好了 一定 那就有違我們設立這個法的美意啦 沒錯 因為 照顧零歲到兩歲的小孩是很專業的 所以 而且很累 我知道 非常累 是 那我很擔心就是說 如果說啊 如果說因為這個錢少啊 那我就覺得啊沒關係 反正時間要報來 就讓你通過 那其實有些阿公阿媽 有些是坦白講嘛 是自身都難保的 那這樣自身難保 其實情況下 你教會照顧孫子 然後又給他津貼 我覺得 並不人道 而且 照顧過程當中 可能會不周到 沒錯 那甚至於會 就現你那種 腐爛的狀況的話 其實也是 也是不好的啦 當然我們會注意 這個整個的 分寸的拿捏 我們會非常注意 所以部長過有不及啦 這個制度非常好 可是在執行過程當中 你要記得 還是過有不及 一定的 不要想到一個制度非常好 大家一窩窩去 只要你申請好 就讓你通過 只要你來接過126個小時 不管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現實去好 我都全部同意 我覺得這也不好 不會不會 而且我們會 要求地方政府 嚴格的來執行這個法令 所以 今天喔 有這相關的 這樣一個方向的一個 一個思考 我覺得 這個非常好 非常好齁 那時間已到了 那關於治安的問題 下次再問好了 一定 好 謝謝指教 謝謝 不確實講